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Chris 今天是大年初三 跟大家說聲新年快樂 那前一陣子有網友傳訊息給我說他的SIO Crash掉了 所以他整個要重關 超痛的 這種痛我超懂的 因為我的系統常常掛掉 之前 然後後來就養成我 備份的好習慣 所以今天 新年的時候我就來把我的三種備份的方法分享給大家 大家看看我現在我自己現在所使用的SIO 這次是我花費了很多心血 我已經整合好多功能在裡面了 用labless 寫了一些 介面在這邊 那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我的系統 Crash掉了 那請喝以堪 所以真的是很痛 所以我的備份方法大概總共有三種 我們就來開始正式 跟大家介紹怎麼備份 首先來到我的官網 其實這一篇大家看一下我的智能家庭 我現在已經有三十幾篇文章了 如果早期就有在看我文章的人應該就知道 其實我在備份SIO的這個 MicroSD卡的記憶卡這邊 我其實就已經有寫在第五篇裡面 這邊我沒有特別拍影片去介紹 但是事實上這一篇幾乎是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一個備份方法嘛 那我們今天如果是用树莓派的朋友 我們系統大部分都是裝在SD卡底下 可是大家要知道 在树莓派SD卡底下 它的安全性其實是很差的 像我拿給大家看 我crash掉的SD卡 這張壞掉然後再去 換一張新的卡 換來換去 少說搞不好已經換了不下十次 大家可能不敢相信 所以在树莓派SD卡 它其實是很容易crash 備份真的是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一定要來到我這個網頁 你們就把你們的树莓派的SD卡 一定要把它備份下來 你如果今天是Mac的話 你就是 在上面打我的 我列了這兩個指令 第一個你就會找出你 當你SD卡插進去的時候 你的SD卡它是裝在第幾個槽 第二個你就是利用 Mac的DD 把你插進去的SD卡備份下來 我這樣的指令呢 你是可以把這個backup的這個部分 你可以改成你要的名字 這個稍錄完之後呢 這個檔案會放在你的下載裡面 所以這是Mac的方法 Windows呢你就是點這個 下載請點我這個 你去裝這個Win32Disk 你把這個裝起來 你就照著上面的步驟 一樣就找出你的SD卡的那個槽位 把它備份下來 所以這個是最基本的 我一定會做的 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我備份的大概有多少 我有時候一直在做測試 那我就一直會常常去做備份 這個都是我的備份檔 一個一個 你看全部都很大 所以 我覺得如果用數位派的朋友 這個動作 一定要做 我強烈的建議 是一定要做 因為未來你 不管是 你可能是什麼問題 那你就可以 很簡單的就把它給 備份回去 你想想看我 我現在就使用了 功能這麼多 你叫我重新再寫一次 想想你頭都痛 那個痛真的是超痛 所以這個部分 大家一定要做 就是把它備份下來 再來 第二種備份方法 這個是 HAXIO它自己內建的 叫做 SNAPSHOP 你點到HAXIO SIO這邊有一個 SNAPSHOP 這邊 第二個你把它點進去 那你這邊就可以 在這邊擋名 然後按一個 Create 這個for SNAPSHOP 就是 全部把它拷貝下來 它會把你這裡面的 全部拷貝下來 但是這個 SNAPSHOP 它有一個問題 就是你想想看 我們今天備份 這個SNAPSHOP 快照下來 它檔案是會儲存在 HAXIO裡面 沒有錯 可是 當我們今天 系統掛掉的時候 我們是進不到這個 HAXIO 那請問你要怎麼去 把你所備份的檔案 恢復回去 答案是 不知道 沒有 答案是用別的方法啦 不是不知道 那什麼方法 我稍微 跟大家講一下 你看我們今天備份下來 大家看到現在我畫面有三個檔案 好那這個備份的檔案它是放在哪裡呢 我們點到 Configurator 然後點目錄 回到上一步 你找到這個 Backup Backup 裡面 你看這邊就有三個檔案 所以這三個檔案呢 就是我們所備份的那個三個檔案 那你是不是會以為說 那我把它下載回來 我們把它按download download回來 回到我們電腦之後呢 我們現在是如果 Crash掉了 我們安裝完 HAXIO 把這個三個檔案 再放回到這個 Backup 那是不是在 SNAPSHOP 這邊就可以出現 剛剛所看到的 那三個檔案 但是不行的 所以呢 你是沒有辦法從你下載這三個檔案裡面的其中一個檔案去把你的系統全部做恢復 是沒有用的 那怎麼辦呢 我之前有去找資料啦 似乎是要進到 HashIO的 終端記憶裡面 Terminal裡面呢 去把它做恢復的動作 但我沒有研究怎麼做啦 因為我後來找到更簡單的方法 所以就在這邊 一併把這個方法分享給大家 這也算是我找到的小密記憶的方法之一 好怎麼做 第一個 我們來到 HashIO 點進來 來到這個 Add-down store 我會把這個放在我的官網裡面 在這邊 新增一個 Repository 它會自動幫我們 把我們的 備份傳送到我們的 Google雲端 新增完之後呢 你會多了一個 HashIO Google Drive Backup Repository 裝完之後呢 看一下設定 它這邊有講 最多呢 它就會幫你 存4個 快照 在你的 HashIO裡面 第二個就是說 存最多呢 4個快照在你的 Google Drive裡面 然後 這第三個就是每三天它會幫你快照一次 所以你未來你裝了這個 然後啟動之後 未來你就不用去管它 反正它每三天就會幫你快照下來 然後存在你的 HashIO裡面 跟存在你的 Google Drive裡面 讓大家來看一下我的Google雲端 你看 這是我的Google雲端 它就會 幫你在你的雲端硬碟 儲存一根目錄 就是這個 HashIO的 snapshot 快照完之後呢 它會幫你把你的snapshot 上傳到你的這個 目錄裡面 所以你看 我在 HashIO 我的HashIO裡面有三個 所以我在 我的雲端 也有三個 儲存的檔案 所以 未來我們就是利用這個來 做 系統的 還原 所以我來示範一次給大家看 現在回到我們最常demo的 HashIO 我們就把剛剛 HashIO Google Drive 這一個 Backup 把它增加進去 好增加了之後我們往下拉 你看就會出現了一個 Google Drive Backup Repository 點進去 我們把它install 現在就想像說 我現在這一台 它已經掛掉了 但是我有備份檔案在我的雲端硬結 所以我現在新裝了一台 HashIO 我希望把我 備份的檔案 Low回到我這一台 新裝好的 HashIO 然後我並且利用這個備份檔 把它還原 好現在裝好了 那我們 就把它全部打開 這個設定我們就維持不變 STOP 好那STOP完之後呢 我們open 好 然後跟我說他要那個 認證 我們的 Google Drive 我們就點這個 我們就點 然後你就連接到你的帳號 這是我的 Google的帳號 然後按 允許 那這樣子就已經完成了 好那 我會出現這個訊息 問題是因為我在我的原本的這個系統就已經有 認真過 到那個folder底下了 那我現在新的呢 我是要跟他說我是用一樣的這個folder 那我就用一樣的folder 連接起來之後呢 你就看到了我這三個 就是 我們之前這一台 做備份的三個檔案 那你就選你要備份還原的那個檔案 你就選這個action 那你不要選download 你要選upload 很奇怪 外國人的模擬有點 跟我們想像的不太一樣 所以呢 他的意思是說要把我們這個備份檔案 upload到我們現在這一台 來head使用 底下 所以我們現在來做upload 好 他這個upload的時間 會有點慢 所以要等待一下 他這邊會出現 百分比 好那現在已經是 把這個檔案給download回來了 那我們現在回過來 看看我們這裡 點過去就點回來 看一下 好 所以你看這邊就會出現我們 抓回來的這個備份檔 那我們點進去 我會建議大家就是 基本上你就是要全選 因為 SIO 呢 他常常改版 那改版的情況之下 常常會造成他的 configuration 他的寫法 變化很大的時候 你在之前備份的 configuration 會沒有辦法適合 可能你 當下 新裝的 SIO 最新版本 格式規格 那就會造成你 開不了機 所以 你不要以為把這個勾掉 然後 去把它 還原就可以了 不一定 這是經驗之談 所以你就是 連系統都一起回復 你就按這個 那我就不按了 因為 我們現在這是demo 這個 還原備份的這個功能 你說 好不好用 我昨天晚上 用了我另外一台 SIO 我又把它 備份 回去 這是我另外一台 全部都還原到 這一台 你知道我等了多久 幾乎是 你會懷疑人生 因為 當你等了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的時候 它都還沒好 你就會覺得說 哇 到底是行不行 所以 事實上你會懷疑它 我昨天是晚上12點 我把它按備份 我早上 9點10點的時候把它打開 看到 它備份好了 它已經還原好了 所以它中間到底還原時間有多久 至少 兩個小時跑不掉 像我之前在做還原的時候 還曾經都還原到 我都以為它壞了 然後還原不成功 我就把它整個就重來 所以 我覺得 在還原這一塊 不是那麼好用 我最崇尚還是我第一種還原方法 直接把它 拷貝下來 那當然是對樹莓派啦 如果你今天不是樹莓派 的機器的話 你可能第2種方法 你也可以用用看 但是 我沒有辦法保證說 它每一次還原都會成功 因為我自己都失敗過好幾次 所以這個方法 我不常用 像 昨天還原這個 可不可以成功 其實我自己都很懷疑 後來它成功了 還算 有信心的 也可能是新版本 還原的功能比較強一點 我從之前 那個64 我現在都100的嘛 10幾 我從60幾開始玩的 那時候的還原 常常都不行 所以我後來很少用這個 但是我還是有做備份的 好再來 第三種方法 我們來看一下 我一直在demo給大家 如果大家還記得我之前有 開 Samba 第三種 備份方法 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你開了SambaShare 之後呢 你在你的 電腦裡面呢 你是可以找得到 他分享的目錄夾 像這個就是 這一個 Windows 你就是來到網絡方法 你就找到這一個 你點進去之後呢 它就會出現 五個目錄 你看像我 一定都會把它備份下來 好 剛剛大家看到說 這台hasio它的檔案有這幾個嘛 那事實上你看我備份呢 其實你也不需要備份那麼多啦 Share 裡面呢 裡面有candy 所以我這個也有備份 config 也有備份 backup就不用備份 因為我剛剛講說你備份也沒用 因為我剛剛一開始有講嘛 你把它備份下來之後再把它上傳回去 你在你的 slash shot 裡面是看不到的 那add-down呢 add-downs 不用備份 因為 我如果用這個方法把它覆蓋上去的話 這些add-downs我都習慣是另外在手動裝 所以我這個就不備份 我就備份這三個 那config裡面你要點進去 你看一下 你有一個你也不要覆蓋回去 你這個node-read node-read的這個目錄呢 你不要把它備份下來 你看我像我的 備份檔裡面我是把node-read給刪掉的 那所以你自己在你的node-read裡面呢 你要自己再做一個備份 你點到你的node-read 假設你今天已經寫了很多 自動化 例如說你今天這個 flow-1對不對 你要把它備份下來就是到這個三條缸這裡 有一個export 你就把這個 copy 你找一個文件 Word啊 什麼的 備份下來 然後之後你 你系統重裝 你把剛剛 備份的這個目錄 裡面的檔案全部都 call回去之後呢 然後 你再開始自己到hasio裡面去手動 安裝你所需要的所有的app node-read呢也是 你也是把它裝回去 之後呢你再回到node-read 去把你所備份的 剛剛所備份的那些 把input回去貼上 然後再把input 然後它就會出現 那一樣你點進去你就是要再重新點進去 去幫你的 server再重新設定一下 大概就是這樣子 以上就是我所備份的三種方法 備份是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為 就像我一開始所講的 這都是我們的心血結晶 我們不需要我們今天因為系統出問題 所以造成 我們的心血結晶 全部付出一筷 好 謝謝大家 以上就是我 新年的分享 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是Chris 如果大家覺得喜歡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掰掰